那一份民調裡面同學也顯示說你都贏賴清德跟蔡英文 那這樣有沒有可能白綠再合作讓你們一起對抗國民黨 我跟你講我不講了嗎 你們做你們的我做我的 那才不要理你們 白綠是可能合作嗎 不是啦我就不要去管 每天那個 我今天還一樣7點半上班 每天做我自己該做的事 時間到了再講 民調也顯示郭台銘比韓國瑜更能爭取這個範綠的選票 如果郭台銘最後出現是不是對你來說比較有威脅 你們問什麼 你們每天問不一樣的題目 我答案都一樣 你們會不會覺得很煩 市長那你什麼時候會來跟大家講 你說6月現在已經快到了 時間會再往後演嗎 不是跟你講了嗎 奇怪 我態度還是一樣 有登記有去就有 沒有去 登記的時候沒有去就是沒有 所以你們就一樣 深呼吸放輕鬆繼續往前走 郭韓民說世保比較重要 但小英說民主比較重要 那你覺得哪個比較重要 我跟你說 這個口水戰 還有點是這樣 我態度比較 我們不要拿人家五年前一句話 然後 就憑一句話來反應 其實講話還是有前因後果 如果是否話就是說 你郭台銘再出來再說明一遍 搞不好他現在態度都改變了 怎麼看韓國瑜說 這個國軍無軍法 就像是太監穿西裝 我們郭軍還是有軍法啦 只是說那個適用的時間範圍 要講請中秋事件以後 一下子那個軍法的適用範圍被大幅現狀 但是這個可以討論啦 我也認為軍隊說完全 那個軍法的適用時間跟範圍有沒有 事過境遷其實可以拿出來討論 他這個說法妥當嗎 沒有啦 我跟你說 我也不會用一句話去評論一個人 但是我也知道 這個就是口水戰 對啊 對國家也沒什麼好處啊 如果說雙子欽 到最後南海控股還是過的話 他可能會有這個 中國大陸那邊公司再轉股的問題 你這樣子就變成中國大陸插持雙子欽 我的態度是這樣啦 我對誰都沒有預設立場 這個投審會你要 我只要求你快就好了 我覺得是這樣啦 每拖一個月 台北市政府的租金就少掉一億 這是台北市政府的話 總營業應該是 應該是每個月有二十億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樣啦 台灣本來就經濟也不是說多棒你知道 這就是不要再內耗啦 我猜誰得票都沒意見啦 就往前走就好 我現在問題是我被卡到 就是說你知道我沒有辦法決定 到底要怎麼走 不然我們全部照一首批走啊 我的個性就照一首批走就好了 該解決的事情要解決啦 該解決的事情不解決喔 所以常常是這樣啦 還是那一句 我覺得每個人喔 最大敵人都是自己的 都要 Ovожд prayed 各位 他就是 兩個人 所以 我來講 我來講 留意 有 我來講 有 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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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